中文字幕——YK 联合出品的美洲中国经济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以及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院院长金银归 一起主持节目的还有我的搭档 韩语主持人黄紫英 首先还是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大事 杨洁篪 中美经贸合作空间巨大 中方对话大门始终敞开 国家统计局局长命急者 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国资委加快央企合规管理 重点关注海外投资经营行为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关键区 必须把它们救回来 进入11月高层开始频频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声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加大金融支持缓解民营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决定开展专项行动 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 而在11月初 习近平主席出席了民营企业座谈会 并提出减轻企业税负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六个方面的举措 请问两位老师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为何会被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 融资难融资贵是企业必须的一个枪角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说民营企业很有可能 一个是能逃的逃掉 死的要死掉 那么民营企业的半笔降生就要没了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关键区 必须把它们救回来 那金老师您的核心关键 民营企业的 경우에는 谈保 제공能力不足하고 然后用户 채널都不足하기 때문에 市中一ою神多或是企 logic的 使用笔车的应该也不足 市民营企业在港大利逊 就 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新闻背景 11月8号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青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为银行业机构提出了明确的考核目标 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 要实现125的目标 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 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 不低于三分之一 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 争取三年以后 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 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 不低于50% 那这种银行业的硬性指标 能否立竿见影呢 首先我认为这是指令性的 还不是指导性的 为什么把贷款比例说出来呢 因为我们是间接融资的国家 那如果组织到没有规定的125的话 银行完全可以不给 它就是需要有一个指令性和指导性 想结合的这么一个做法 那就像你说这种指令性和指导性的 这种125和所谓的 有点像运动式放贷的一个情况 它会不会增加这种企业坏账的风险呢 不完全会 首先一个呢 现在的我们很多民营企业 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那种民营企业 现在很多是创新企业 而创新企业 首先它是可能有技术的 它是有人才的 它原则上是有市场的 也就是为了消费 倒比比例小 这关键这关键 不是125的 公平竞争 如果这保证一个就是营商环境的公平竞争 那它就有生存空间 所以我倒是认为 125当中还要分一批 不要分这一中 所有银行 能不能有占业银行 这个占业银行就是这么经营民企的 这里国外都有中销银行 跟中销企业挂钩 快一年这个情况来看 其实这个政策的这种导向 都是以这种化解金融风险为主 那您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提出的 化解金融风险我认为应该这么讲 因为我们的金融风险是很大 但主要在国有企业 你一定要知道 现在我们的银行的 就是我们说 对款率最高的是国企 国企最高的在哪 在僵企 僵私企业 你如果要处理杠杆的问题 你必须从僵私企业下手 而不是民企 既然说这个民企 化战率没有那么高 那为什么银行还不愿意把钱 你一定要知道 现在在去杠杆的同时 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银行永远是晴天松散 雨天收散 所谓雨天 就现在去杠杆的时候 就是雨天 那么收散的时候 他要看一下 这一个企业是大的 大到不能倒 他就即使不好 他也给你就是国企 因为他大 所以他知道他不会 只要给你钱 政府肯定会救他 那么民企就不一样了 我就收散了 因为你小 那您觉得韩国对一些中小企业的 这种金融付出政策上 有没有什么 中国可以借鉴的呢 刚刚就说了 韩国 같은 경우에는 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 我们的生活 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 三째是世界上企業提供是中小企業的程度。 四째是信用盆账支援制度。 刚才说过,中小企業们的提供方提供要举备方的不可欠借。 一等 一等 十 一 öğren 又是上升也论业的历值 国家が販売商品を通過 이런販売商品を分散させる 分散させる 그런制度を運用하고 있는데 제가 생각할 때 중국 같은 경우에 한국에서 시행하고 있는 制度 중에서 크게 두 가지 정도는 제가 볼 때 충분히 활용이 가능하지 않을까 신용보증 지원이라든지 그다음에 워크아웃 소위 회생 절차 제도라든지 이런 부분은 중국의 중소형企業에도 충분히 활용이 가능한 정책이 아닌가 생각합니다 신老師您听完之后 觉得哪幾点 是比较可以的 我倒一直在听 这个问题 首先是一个低利率 这个政策 就是傾斜性的 比方说 一般我们对款 要7或者说8 那给他可能5 或者是3 这就是優惠对款 我们讲 我认为这个做法 比较好 優惠对款 政府可以 跟银行一点不足 要不银行要亏本 另一个就是涉猎基金 就叫 这个基金 沾门是为了 这批可能要破产 但是你救他一下 可能就生成下来了 给他一批基金 就叫担保基金 而这个担保基金 应该由政府来处 第三点呢 我倒认为应该有一个 现实问题 就是这批银行 可能自身的生成力 怎么去负责他们 也就是政策 这个政策上呢 不一定是 对款的问题 就其他方面的 政策支持 请协训政策 那二位老师 即可刚刚我们聊的 这个话题 对于韩国投资者 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认为韩国企业 中国人进银行 最后一开始 最后一开始 这些小型 的股票 都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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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必要 还有 另外一方面 中国内 中央中的 韩国企业 有关键 韩国企业 韩国企业 中国现在 韩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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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韩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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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投资我们的中小企业 不是一件坏事了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 就是很有竞争性的 因为华为 这种都市民营企业 是吧 所以我当时认为 韩国的企业家 也要看上我们这样的 包括银行业也应该看上我们的这种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活力、竞争力 可能性的要强有的国有企业 所以我认为这些投资也不是最坏事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 接下来为让大家能够实时的了解近期的中国经济 把时间交给子英 네,白燕 씨 孙英金融研究원 3번级 인터넷金融원 보고서에 의하면 2017年第1分期부터2018年第2分期까지 第3차 지급 업종인 인터넷 결제、 거래 규모가 지속적으로增加되었지만 增加速度が 현저히 떨어져 市장이 점차 성숙하셨다는 것을 보여주었습니다 화면으로 만나보시죠 从市场格局看 支付宝和财富通在移动支付领域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合计市场份额超过90% 在国内市场坐次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跨境支付是不少支付行业人士眼中的热点 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中国支付产品 纷纷走出国门 许多人发现 无论是走到东南亚还是美国、加拿大 中国的二维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聚集的地区 伴随着外贸的升级转型 出口电商业务交易量也有望持续提升 这些条件都促使了小额高额的第三方支付 在跨境领域的蓬勃发展 现时中国支付企业 等9家亏损 8家券商180亿资管计划已备案 5家券商拟出资 消费升级下 中国牛肉缺口近百万吨 未来进口增量主要靠南美 未来民营企业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当中重中之重 要小心地保护好自己的钱 中国央行发布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称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 结构调整继续推进 供需总体平衡 经济运行韧性较强 但是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及需求端挤碰头等因素影响 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那请问两位老师如何平衡化化解金融风险和增加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거시 정책의 그런 운용 방향을 통합적으로 좀 운용해 줄 필요가 있을 것 같고요 안정적이고 건강한 그런 화폐 정책 그 다음에 이런 실질적인 신용 대출 정책이 주요한 산업 뿐만 아니라 실물 경제에 그대로 영향을 줄 수 있도록 집중을 할 필요가 있다고 생각을 합니다 니네何신관님 저는 현재我们的政策都在调整 那么我们看到10月31号的政策已经在变 首先一个取杠感的问题没有提 房地产的问题没有提 也就是政策的更灵活的调整 我们是我们经济的口齿所心加强 好的 感谢两万老师把时间交给自应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네 白云 씨 이번 주 정책 코너에서는 중국 인민은행 화폐 정책을 주목해 보겠는데요 천팡영 선생님께서는 거시적인 디리버리지 목표는 변하지 않으나 강도와 방식은 좀 더 요연해야 한다고 하셨고요 김인교 선생님께서는 엄간한 화폐 정책과 질질적인 신용 대출 정책은 실물 경제와 주요 산업들을 중시해야 한다고 밝혔습니다 好的 谢谢子音 比如说这个表述当中提到了很多次 任性强 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这个急碰头 您的这种解读是 首先一个呢 就是新是真的是在变 稳中有变 这是我们过去 一直说稳中相好不一样 所以急碰头 我认为 首先一个呢 是国内的情况 也在发生变化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 央行这些折行中央的两次会议当中 强调 我们的中心政策没有变 就货币政策的中心没有变 实际上我们大家这预计可能要降证了 又要开始降证 那就放松放宽 另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现实问题 就是警诊 警诊叫扶植也好 就是对民营企业 对他们这款 不管后别出来的什么 一二五也好 都是这么个政策的一个延续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清楚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未来民营企业 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当中 重中之重 变成一个 这是一个现实 另一个 不要再担心中国的去杠杆固度 那我们的影子 依然是增加 现在我们能看到上半年 中国的 对中国投资增加6% 变成了世界第一大影子国 超过美国 英国 美国反而倒退到第三了 这你就能看 这对中国的投资是谁增加 我们来关注一组韩国经济的数据 韩国央行 将它2018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从2.9%下调到了2.7% 然后2019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测 从2.8%下调到2.7% 那就是而在韩国央行 做出维持其主要利率不变的决定后 韩国的汇率是下跌了 那我们知道 韩国企业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外向性经济体 那汇率再次下跌 是不是会为韩国企业的出口带来好消息 然后新闻国的金融不变化 还是要继续有所调到的情况下 等等等一种 那接下来我们聊的就是央行这种 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对于股市和楼市有没有什么影响 以及您对于韩国投资者 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吗 首先我认为股市楼市是利好的 为什么呢 中性偏松就等于流动性要增加 那么股市的反应呢 从今天来看是好的 对楼市呢 实际上也是有一个气吻 但是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我们这个M2 我们就说 我们说广益货币依然没有目标提高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去超房地产 你千万不要进 我们还没有这么做好准备 所以你要进去是要亏的 但是我们说股市呢 实际上是调整 而这个调整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应该是谨慎进入 要小心地保护自己的钱 最近的中国货币依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강설량은 중국에서 최고라고 할 수 있습니다 또한 눈이 질도 좋고 정도도 높아 중국 설양이라는 명성도 누리고 있습니다 화면으로 만나보시죠 기후独特的中国雪香 展演前的雪屋雪景定会让您赏心悦目不需此行 중국에서 설날에 설양으로 가시는 것을 추천드립니다 그것의 눈 풍경은 아름다울 뿐만 아니라 그것의 생활 분위기도 아주 농후합니다 관광객들은 아주 짙은 중국 북방 지역이 설명절 분위기를 느낄 수 있겠습니다 한국 기업들도 충분히 이런 전자 상관의 법에 대해서 我对韩国有个建议 就是多多参加我们的双十一 这些商品的50%程度까지 中国 표준으로 만들고 싶다 这种意志을 보인 적이 있는데요 市场板块我们来关注电商市场 今年最大的电商购物节双十一过去了 其实这个商品的成交额 又创下了一个新记录 是2135亿 不仅在数字上刷新的各界记录 而且本届双十一还有一些新元素 那阿贝老师对于这一届的双十一核心观点 商业升级消费产级升级 所以整个消费市场是兴旺的 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龙头 是当之无愧的 刚刚 말씀하신다시피 이번 올해는 거래 물류 서비스의 증가가 아주 확연하게 작년에 비해서 상승을 했고 그리고 글로벌 참여 효과 그다음에 on-off-line 이런 상품의 是2035亿的 本届双十一的最高额 是最高额的 脊髓和物流 서비스的 制裁 全世界的公进效果 及融合 추세가 날로 뚜렷해지는 것이라고 밝혔습니다 세계의標準 중국의標準 세계의標準 距離还是有的 但是越來越近 我认为这是存在的 就是消費管 这发生巨大 변화 就是消費升捷 搶的是高质量的东西 那么最关键 我认为是海外海外共振 这个共振也就是 双十一 编成一个国际节了 其他的就是 就国外早就得经营双十一 怎么经营中国的 就是产业升捷以后的消費升捷 季老师有参与双十一吗 저는 개인적으로 이번 찐바후위가 중국 표준을 확대시켰는데 분명히 도움이 될 걸로 생각을 합니다 2016년에 시진핑 주석께서 2020년까지 세계의 어떤 상품의 50% 정도까지를 중국 표준으로 만들고 싶다 이런 의지를 보인 적이 있는데요 이 부분은 아마 4차 산업혁명 분야에서 중국이 좀 더 주도적으로 표준화 국가가 되겠다 이런 의미로 저는 생각을 합니다 앞으로의 그런 표준화는 과거에는 단일 제품이나 서비스 간의 이런 표준화였다면 향후의 그런 표준화는 아마 시스템 간의 그다음에 산업 간의 융합 이런 표준화가 아마 줄을 잃을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지금 중국도 잘 아시겠지만 중국 표준 2035를 시행하고 있는데 이런 2035 표준 안에서 향후에 중국 표준에 부합하는 제품들이 다량 생산되지 않을까 그리고 개인적으로도 그래주기를 바라고 있습니다 사실 이거 刚才您提到了 사실 중국电商 这种品牌 质量可能还要 就是更提高 其实中国电商 在整个这次 这个双11的 这个销售数据当中 是占到全球的 销售额 接近半数 那就刚才 除了刚才您分析的这些 您觉得 中国电商 还需要怎么做 才能做得更好吗 我认为诚信 诚信 因为我们见不到人 我们要看不到商品 看的是图纸 那你下单的时候 这诚信非常重要 一定要竖立起来品牌 这是一个 另一个问题 我认为 就是销售当中的质量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品牌背后 就是一个质量 如果你质量顾齐的 或者是冒充的 或者是甚至是次 充好的 这可能是很不好 你的标准定好了 你按标准办事 你按规则办事 这样你能够 就是长自就 按着做下去 要不你真的是危险的 那二位老师 对于韩国投资者 有什么建议吗 对于中国的双十一 其实 사실 내년 1월 1일부터 중국은 전자상거래법을 제정해서 시행을 하는데 저는 이 법이 소비자의 권익을 보호하거나 그다음에 지금까지 있었던 그런 판매자의 책임을 확대시키거나 그리고 공정한 그런 전자상거래 플랫폼을 만드는 데 많은 기여를 할 걸로 봅니다 그래서 한국 기업들도 충분히 이런 전자상거래법에 대해서 숙지를 할 필요가 있고 추후에 중국의 전자상거래법이 추진이 되고 집행이 되고 나면 한국 기업들의 중국 시장 진출도 훨씬 더 더 투명하고 개방적으로 이루어지지 않을까 생각하고 우리 한국 기업들의 적극적인 중국 시장 진출을 권유드리고 싶습니다 한국 기업들의 제가 한다는 여성도 더 더 참여 우리 상식 이국 한국 제품 전체 비교적 우리 국내 제품 높이 한다는 이 제품 또는 수입 수입 그래서 이런 좋은 좋은 제품 如果 진입 중국의 전자상 它 只有 增加 우리는 竞争 수입 非常 感謝 两位 老师 이 분析 以上 就是 这期 节目 全部 内容 下周 的事 咱们 下周 再聊 美洲 中国 经济 祝 周末 愉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